麒麟电视全球首创最大的IPTV中文电视平台 提供60多个热门华语频道 包括中国的央视寺 湖南卫视 上海东方 台湾的民视 东森 卫视中文台等 有线电视及iTalkBB的用户请注意 现在订购就可享受6个月免约费 及3个月的影视点播 赶快拨打麒麟电视销售热线 1888436-0596 1888436-0596 欢迎回到最后一节的市场回顾 立即和大家看看今天第一次的焦点股票 是家国的股票 Scotia Bay将会以23亿收购Dundee Wealth 8成2的股份 受到消息影响 Dundee Wealth在家国股市中收市升超过6% 收购20.75%加人一股 其实如果现在的银行 个个想发展业务 你一定要买人家的 加拿大银行在美国买 多数选手难脚都要留在加拿大 如果你看看那些Wealth Management的部门 比如Royal Bank本身RBC 都拥有多美联 TD有自己的部门 然后如果你看Scotia Bank 它之前就拥有Scotia MacLeod Scotia MacLeod Scotia MacLeod 比较其他Wealth Manager 其他就比较小一点 所以为什么Scotia Bank 在这方面想继续有钱 又买得呢 它就尽量来做买了 大概去年当时 如果2008年 如果大家记得的 Scotia Bank曾经买了37% Ci Financial就是全加拿大的最大的基金公司 然后它买了37% 现在就预遇了这个Dundee Capital的老闆 就这个 这个 这个Net Goodman Net Goodman 他现在做投资了很多年了 现在都差不多都老了 退休了 不如趁这个时间高价卖了它 所以它自己拿着48% 的这个Scotia Wealth 然后它就卖了给 Scotia Bank 就是Scotia Bank Scotia Bank买了它 然后呢 就出2.3个Billion 即23亿来做买的 今年之内呢 现在买了这里 就对Scotia Bank的业绩 没有什么影响的 希望下年那时候 下年之后呢 就慢慢会对Scotia Bank 会有些帮助 但是对整家银行来说呢 我都想出要等多几年时间 才会直接影响 整个Scotia Bank的业绩 那如果对Scotia Bank 有兴趣的朋友 会不会这个时候 入市一个好时机呢 这个时候 我值得考虑Scotia Bank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个星期 跟大家提过 是什么呢 Scotia Bank 现在派的息是相当之低的 它大概派41-42% 根据2011年的预测利润 所以它加息的机会是相当之高的 如果你买Scotia Bank 因为它买这个Dundee Wealth 你就不浪费时间了 如果你买它 因为你觉得 南美洲业务继续有复苏的 而且它会加它的股息 这个我一定不会反对 由于开加国银行股的朋友 或者可以留意下这个股票 再看下一集的股票 欧洲最大的甲肥生产商 来自德国的K&S Group 将会以4.344.4亿加元 就是每股4.5亿加元 来收购加拿大的企业Portage One 收购价在Portage One 11月19日为止的股价 高出了2.4亿 但Portage One今天的股价很厉害 飙升了超过2.5亿加元 收报4.5亿加元一股 是的 其实Portage One是一家很小的 甲肥公司来的 但你不要忘记加拿大 沙省有很多甲肥的 underground 如果你想发展在这里 你当然来不来加拿大 去哪里呢 Portage One本身有很多 有些reserve reserve 即是一些 acreage reserve 所以买了它 就中了43 434 million 即4亿多的买 这个数目不是很大的 但是因为它够小 也不需要加拿大 Investment Canada的批准 所以这个交易 今早就公布了之后 很多人误解了 以为Portage 是卖了一部分给人 籌筹 其实跟Portage 没关系 Portage One是另外一家 小的公司 在温哥华上市的 今天因为这个消息 用现金买Portage One的SIMBOY KCL 就4.53%收市 起了25% 起了交易一指一股 再看看下一车的股票 韦普也就是HP 今天收市后公布第三季度业绩 之前星期五的时候 Nelson也跟我们提过 要好留意这一只股票 他今天公布业绩 就说其中盈利和收入 都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至于今个季度 以及明年全年的业绩预期 韦普也公布了 高于华尔街预期的数字 整体来说 所有的数据都不乐观 所以令到H3今天收市的价钱 上升了超过百分之一 做到大约43.9号以一股 其实今天 就个个不是看公司的业绩 但最好看一看 不要失望 出来的数字不错 一个三无三比 越街越股的一个二要七是好了 但最重要是个个留意的总裁 因为Neo Apataca 他11月1日上台 他又由SAP过来 谁知道上台这么久 他又躲起这么久 因为Oracle正在告SAP Hewlett-Packard又不想他出来作证 把他收了 都收了整个月 这个人的背景 完全不是卖手机 他也在商量买监制 就是从企业的手机 今天大家现在想听 他有什么 去说 这家公司是如何再进行下一步 他今天出台说 他最主要的的焦点在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因為HP知道如果留在那些小型機器那裡 沒有前途 他一定要說好像IBM、Oracle轉向那方面 所以他就由SAP請個人過來 專攻Enterprise Space那裡 帶動公司來下一步的增長 總之今天他的業績是不過不失 因為這個月出來談談 今天收市的時候股價43.25元 夜市在44.73元 起了1.25元 所以留在一間公司的時候 人事方面都很需要留意 不是只看數字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同一時間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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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